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在一个奇怪的家族里,孩子的生日夜竟然是吃活体动物 就连一岁宝宝也耳濡目染吃下了活体长颈鹿 这是一个大家庭的生日宴会 七大姑八大姨聚在一起有说有笑 可宝宝似乎对这样的场面不太习惯 一只大手给天真可爱的宝宝端来了一碗素汤 之后便开始上菜 有会下雨的云朵米饭,装在篮子里的猫咪 蠕动的蚯蚓,美人鱼面条,海豹刺身 以及尚有一丝气息的大龙虾 真是应有尽有,极其奢华 而宝宝唯独对会发光的场景录,情有独钟 菜品上起后,大人们纷纷开始动快 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这场饕贴盛宴 同时还不忘关照宝宝 把自己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强行塞进他的嘴巴里 完全不在乎宝宝是否喜欢吃 越来越多的筷子伸向了宝宝 他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制止了大人们的行为 随后,宝宝用手指着长颈鹿 大人们听从宝宝的指挥 把发光的长颈鹿放在了他的碗里 宝宝好奇地打量着碗中的长颈鹿 四目相对后 长颈鹿将身体蜷缩起来 融化在了汤里 宝宝舔了一口 竟发现这长颈鹿之汤如此美味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一头扎进碗里 吃了不痛快 而他的脸上 也染上了长颈鹿一样的颜色 众人纷纷为他呐喊喝彩 宝宝似乎也很享受大人们的赞美 餐桌上的食物 在宝宝眼中变得鲜活 富有了生命 这样的餐桌礼仪 也是大家都经历过的 希望大人们 不要把自己的喜好 强加在孩子身上 让他们能有自己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